第二三題 加防以帶負電的塑膠池 靠近原來不帶電的金屬球 紫金屬球的電荷分布如負圖所示 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金屬球的正電荷量 跟負電荷量一樣多 這個圖示的動作叫做靜電感應 帶電體靠近的時候 因為同性電相似 異性電相吸 使我們金屬學上的電荷分離 那麼跑過來一個正就會多出一個負 所以他們的正電量跟負電量一樣多是對的 那麼塑膠紙上面仍有許多正電荷是對的 因為我們會動的就只有電子 我們的原子核的中的直指是不會移動的 所以他還是有很多的原子核 所以還是有很多的正電荷 所以B選項也是對的 那麼這個動作叫做靜電感應 剛才已經說過了 所以C選項也是對的 那麼諸說我們是因為有直指在移動是錯的 因為我們直指在原子核中間 它是不會移動的 我們會帶電都是因為得失電子的關係 是因為電子移動的關係 所以株選項是錯的 所以第二三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敘述何則錯誤 我們答案選株 金屬球上正負電荷分開的現象 是因為直指向左移動 而電子向右移動所造成的結果 讓我再給你一個 一些刀子 我再給我一個 一個 一個 谢谢大家